代表大室的天下 大室的天下 香港冷了 希望大家保重身体 今天阳光普照在吉隆坡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里的传送回香港的网络有些问题 之前两张马来西亚卡 在香港买过两张的数据卡 根本上没用 来到这里买了一张电话卡 连数据 正常在这里 马来西亚吉隆坡 或者WhatsApp留言 这些全部都没问题 但是如果要传送回香港 这样就有些问题 就是没有办法 格式没有办法可以完整的输送 像昨晚这样一条片 我传送了四次 才能够解决得到 就是说不停传送不停传送 这样如果做直播行不行 真的不敢说 那个网络 连上酒店的WiFi 都出人意料这样 就是令人失望 明天上云顶会不会好一点 因为云顶始终都是做外国游客 还有做一些叫做赌场 就是有钱人生意 不是我了 那都想去见识一下 就是可能明晚有没有机会做直播呢 或者今晚夜晚我都会晚点再尝试一下 在这里 跟我讲江泽民 没有比较 没有伤害 现在中国人也好 香港人也好 或者国外很多朋友 在江泽民离世之后 跟着开始怀念江泽民 为什么 你说江泽民是不是做得很好 只不过他是放任粗犷式的改革开放 但是他是相当尊重外国人 他懂俄语 懂英语 往往就是用英文 跟世界的领导人 或者直接跟记者可以沟通得好 在这里我相信最怀念他的 就是张宝华 全靠习主席 对着他 点两句 令到他飞升国际 跟尼君雅有异曲同工之妙 你说江泽民 有没有打压异己 法轮功就是他自下 所造成的 那除此之外 有没有 尽量小避免 改革开放在他手底下 虽然种下了祸根 但是事实上 他真真正正是容许各方面批评他 有一个叫做张坚庭的人 我们大家都知道 表姐你好 在他自下的时候 他在凤凰卫视 鏗窗三人祖 那里做主持 他说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他笑 笑江泽民 他说江泽民在北京微服私房 换了衣服 逆服而辟 跟着见到一个北京的妇女 那个北京妇女 叫声去江主席 他说你怎样认得我 他说全中国只有你 将这条褲 优到上去的乳头以下 怎会不认得你江主席 他说完这一次之后 过了几个月 他再上亨枪三人祖 他再说这个笑话 结果没多久 江泽民的秘书就叫凤凰卫视 的负责人上来 不是赵辉 他说张建廷张导演 会不会再说第三次这个笑话 跟着叫他转达给张建廷听 结果张建廷 对他说不会了 在这件事上 你就看到江泽民是 比较有自信 更重要的就是他 容许别人去批评他 包括张宝华 当日 兜口兜面 是完全这个记者是没有后果 你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 现在很多人 包括香港人 大哥他都是中共的 他是国家主席 他做过什么 大家心知肚明 但是 没有比较 没有伤害 就是我也不觉得 曾荫权做得很好 但是比起梁振英 真的超了 跟着 梁振英时代 我们就开始 面怀就是 曾荫权时代 跟着 去到什么 去到林郑 林郑 我们开始觉得 其实梁振英 都没有做得这么差 到今时今日 中国开始一种声音 这种声音 就是悼念 江泽民 跟着 全部这样 陆续在网上被封杀 不是 我悼念前国家领导人 他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埃寒 为什么不让我们说 为什么不能够说 为什么不让我们悼念 其实讲来讲去 借伤成都 没有比较 没有伤害 那习主席 怎么容许你悼念 大家都要记得一件事 那个人叫周恩来 当悼念周恩来的时候 那时候有个叫胡耀邦 当悼念胡耀邦的时候 就有八九六四 全部都是悼念 国家的领导人 然后变成了一件 社会流血事件 中国共产党的铁碗政策 到今时今日 习近平再容不容许你们这样做 究竟有没有这些事发生 并不重要 而是不能够给这种声音出来 所以有些人说 喂 九十六岁了 当然是某个人 拔了他的本 我不信 有很多人说 他两脚一身 帮了习主席 我也不信 因为对于习近平来说 他现在就是整个中国的唯一 他已经可以 一言堂 甚至根本上没有任何的 势力可以和他调板 所以不要再想 有没有派系斗争 而他的斗争 他只是面临 就是人民对他的不满 江泽民的离势 反而令到 改革开放 真真正正开放那十年 我之前做节目都讲过 在无法 就是基本上 无法律的制衡下 江泽民那十年 是令到整个中国的经济 一直打上来 那当然 是一件不好的事 粗犷营 还有很多地雷 卖下了 只不过今时今日引爆 看看今晚有没有办法 一人不收声 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们今晚就讲江泽民 拜拜